Hello大家好,我是诺诺 今年WBG虽然在半决赛被BLG淘汰了 但是他们能够走到这一步 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 这里面除了夏季赛的影员之外 他们的教练Danny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他加入的这两年时间中 WBG总是能创造神奇 Danny出道的时间并不早 但自从他加入英雄联盟之后 总能成为话题的中心 出道级夺冠的经历足够梦幻 而他和T1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 可能才更加的精彩 Danny作为英雄联盟教练 他并非科班出身 甚至相较于很多韩国教练 他的经历有点跑偏 Danny出生于1993年 他曾经是一名网络主播 游戏里面主玩打野 也有过职业战队向他发出邀请 但是Danny随后去服兵役了 并未进军职业圈 而等到他退役的时候 刚好遇上了2017年PUBG的大火 当年决力求生的火爆程度 让很多人都觉得英雄联盟要凉了 很多曾经在英雄联盟的边缘选手 以及一众主播都开始玩这个游戏 恰逢退伍的Danny也不例外 并期待参加那一年举行的 PUBG G-Star亚洲邀请赛 这个赛事是绝地求生职业圈形成之前 PUBG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比赛 Danny当时的idea还叫Investballing 但是在这一阶的比赛上 Danny所在的队伍出了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那就是他们队内有人作弊 2017年10月20号 韩国地区选拔赛进行到第三轮的时候 Danny队内的一个选手在直播中说乐了嘴 说自己看了比赛的直播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亏评 而韩国这个预选赛 主办方只设置了三分钟的延迟 这个时间太短了 这个事情一出 Danny所在的队伍就直接被取消了参赛资格 Danny的绝地求生职业生涯并未持续多久 在2019年之后 他选择了退役 在这一年 他决定转型成为英雄联盟的教练 而他把自己的第一站就定在了LPL Danny本人对LPL很感兴趣 在IG和FUNPLUS接连夺冠之后 他对两支队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也研究了整个LPL的风格 但是在他做准备的时候 他看到了DWG也在招募教练 于是顺手就发了一份申请 DWG是在2009年就引进晋级LCK了 他们从四季联赛来到LCK之后 对主教练做了一次调整 引入了S8的冠军教练金金珠 在金金珠带队的这一个赛季 DWG迅速从一支升班马 成长为了LCK的顶级队伍 但是在带队打完S9之后 金金珠就跑去带SKT了 当然DWG不会把队伍的未来 压住在一个从未带过队的教练上 当时DWG和SKT是一个主教练的互换 金金珠去了SKT 而在2009年带SKT的ZEVA 加入了DWG 俱乐部主教练这个头衔也给了ZEVA DANNY随后是以副手的身份来到DWG的 而且当时除了ZEVA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教练TRAVEL 没有任何经验的DANNY 在队内的位置并不是那么重要 在赛季初期 他一直处于队伍的幕后 但是在春季赛打完之后 教练TRAVEL转会去了沙河 DANNY由此才出现在了LCK的舞台上 对于这样一个教练DWG的选手 刚开始持一个很怀疑的态度 因为他是来自另外一个游戏项目 但是在来到DWG之后 这些选手发现 DANNY对于英雄的理解非常深 他虽然玩了很多年决地求生 但是DANNY英雄联盟的水平并未下降 一直保持在大师的水准 当年夏季赛10.1版本之后 拳头对多个热门AD进行了削弱 DANNY就敏锐地发现 随后艾希很可能会成为赛场热门 他赶紧劝Ghost去练这个英雄 而随后的赛场走势 也果然如他所料 艾希在夏季赛成为了版本大热 出场率相较于春季赛暴增 艾希不需要太多的资源倾斜 装备上面有了破败和飓风就可以参团 对于装备和经济要求不高 非常契合当时的版本 使用了艾希的Ghost 在当年夏季赛上表现也很出色 在夏季赛第四周对阵DX比赛中 首次拿出艾希之后 他一共用了五场 胜率是百分之百 另外在上路 Nagry的个人表现并不稳定 DWG整个队伍其实很依赖他 春季赛上他们很多输的比赛 都是因为其他队伍针对上路的Nagry 以至于当时很多队伍达成了共识 只有限制了他的发挥 才能赢DWG DANNY在夏季赛上 就对Nagry进行了专门的要求 加强了他奥恩 狗熊 鳄鱼等上单的训练 因为DANNY觉得 这些英雄可以改善Nagry 非常极端的一个风格 既可以让他承担多种角色 也能提升他个人的稳定性 这些英雄都是Nagry很不喜欢玩的 这一点可能会和大家的想象不同 作为一个顶级上单 连鳄鱼都不玩吗 对于当时的Nagry来说 事实就是如此 在他出道的前三年 一共只用了八场鳄鱼 并且胜率极低 只有37% 鳄鱼是DANNY来了之后 他逼着Nagry玩的 Nagry在2020年夏季赛 也使用了八场鳄鱼 但取得了全胜 尤其是在决赛上 DANNY的逼迫起到了作用 Nagry分别使用了一场奥恩 两局鳄鱼 帮助队伍赛美林横扫了对手 当大家看到Nagry 能拿奥恩的时候 甚至连当时解说都很好奇 在赛后还专门问了Nagry 你什么时候练的这个英雄 DANNY在这个夏天 成功取得了选手的信任 他和ZEFAN的搭档 也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ZEFAN性格比较安静 而DANNY性格更加开朗 他的到来改善了选手的心态 为DWG打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但他更耀眼的 还是成绩 执教的第一个赛季 DWG最终取得了一个联赛冠军 并且在S10上成功夺冠 重塑了LCK的辉煌 这样梦幻的经历 也让他迅速 引起了其他战斗的注意 在S10夺冠之后 DANNY和DWG的合同到期 DWG是想要和他续约的 但此时 想要复兴的T1 也对他展开了蒙烈的追求 两个队伍都为他开出了 一个不错的价格 当然实力更加雄厚的T1 提供的薪资肯定更多 有机会执教T1这样的顶级豪门 可以执教Faker这样的历史级巨星 队伍还给你提供了更高的薪资 放给任何人 这都很难拒绝 DANNY于是在转回期做出决定 离开了DWG 但这个决定 也给他带来了 他职业生涯 最大的一次危机 在LCK前往T1之前 DANNY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 他和搭档Zepha 达成了互换 他主动向Zepha提出 自己想要来当教练 Zepha觉得DANNY非常聪明 也很有能力 也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随后的官宣中 DANNY如愿成为了T1的主教练 其次 就是在选手阵容的选择 T1在2021年 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阵容 除了辅助Karia之外 每个位置都有替补 刚来了冠军的DANNY 非常兴奋 在赛季初的采访中 他说会给所有人展示 自己会如何高效的 来运行T1的首发阵容 然而事实证明 刚躲冠的DANNY 有点膨胀了 他低估了T1 这个阵容的难度 2021年LCK春季赛 DANNY开始对首发阵容 进行不断的尝试 但由于T1有10个人 能用的排列组合 实在是太多了 10个人一个赛季 搞了8套首发 最奇葩的是 他试了这么多的阵容 却完美的错过了T1 现在的这一套 由于他不断的尝试新阵容 但成绩却没有太好的起色 对于DANNY的质疑越来越多 而更让他不得人心的 是他对当时Faker的一个态度 赛季出的采访中 谈到关于Faker的时候 DANNY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他觉得Faker 会在两到三年内退役 他很想和Faker 在退役前一起合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 Faker会在他的手下 无条件担任首发 此话一出 DANNY在春季赛上 果然展现了自己的魄力 春季赛的第一场 他就选择了让Closer担任首发 虽然在整个春季赛上 Faker出场30次 比Closer的21次要更多 但他轮换了Faker 还没有取得成绩 这就让T1的粉丝 更为的不满 针对T1的情况 DANNY当时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他会根据T1 每次即将要打的对手 去和选手讨论BP的方向 而确定了BP方向之后 再来看自己手上的选手 哪些是比较擅长这些英雄的 接着去约训练赛 根据训练赛的情况反馈 最后进行调整 只是正是他的这种想法 才注定了他在T1中的失败 DANNY当时看似在做前法 想寻找一个最适合T1的阵容 但他的实际操作 却恰恰相反 在三月季开始之前 T1本来没有这么多人 这十个人中 有一些人是想要离队的 结果DANNY来了之后 他把人都给留下来了 并且他还给选手承诺 会让所有人一起打比赛 从一开始他就觉得 T1如果要去世界赛 十个选手的阵容是有帮助的 他想用一个十人阵容 去灵活的排兵布阵 打各种不同的对手 这种想法太理想化了 在操作上难度很大 他不停的轮换 加大了T1对内选手的压力 很多艳人士也认为 过度的竞争对队伍并不好 DANNY最终把自己给玩进去了 2021年 LCK下局赛第五周 T1也0比2被农心击败之后 T1管理层对DANNY没有了耐心 在7月15号 T1和KT的电信大战之前 T1突然宣布 解雇自己的两位教练 这还是LCK历史上首次 有教练在赛季中被解雇 得知消息之后 DANNY非常愤怒 双方也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7月 被解雇之后的DANNY 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下家 他重回了DK担任分析师 这个选择 经过了时任DK主教练 Koma的同意 并且Koma还将很大一部分的权力 给到了DANNY的手上 这段操作又引发了一部分 T1粉丝的不满 因为赛季中自己的教练 转头就去了竞争对手 并且DANNY这个所谓的分析师 还出现在了教练的包厢 这个事情在之后 还引发了LCK的一个小改革 那就是分析师被列入了LCK的正式名单 可以自由出入教练的包厢了 2021年LCK夏季赛决赛 DANNY完成对T1复仇 DK以3比1战胜T1 DANNY和T1之间的恩怨 则进一步加深 他在夺冠采访的时候 大赞看积极的吸取教练组的反馈 而有的选手是一只耳朵近 一只耳朵出 被认为他是在暗示T1 随后的世界赛半决赛上 当DK以3比2成功战胜T1之后 T1的CEO在赛后则指责DANNY违反规则 因为DANNY在DK第一场赢了之后 违反规定私自上台迎接选手 而作为报复 T1的CEO在决赛开始之后 公开支持伊利基夺冠 如果从结果上看 DANNY这一年依然还算成功 他和DK还是杀入了决赛 但如果从过程上来看 DANNY就比较糟糕 在T1的经历 极大的影响了外界对他的看法 他需要重新来树立自己的形象了 A4十一结束之后 DK和DANNY完成了续约 但由于之前在T1的失败 他很想回到教练的位置上证明自己 所以随后DK虽然迎来了Zipha的回归 但是主教练的位置还是给到了DANNY 在二度执掌DK之后 这一年的DK开始了逐渐下滑 开赛之后 接连输给了GNG和农心 DANNY的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而他和T1之间的风波 依然在延续 双方第一轮比赛 T1以2比1取得胜利 赛后T1的CEO立马发文 今天队伍打得太好了 是教练的差距 而在第二轮的比赛上 这种争吵变得更加强烈 原因是双方首局比赛 DK被T1碾压输掉 而在第二局刚开始之后 Faker向裁判反映自己耳机的问题 只有一边有声音 Faker随后多次和裁判进行沟通 裁判才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问题是 Faker在输入暂停指令的时候 误操作 按掉了自己的闪现 关于这一点 DANNY不同意暂停结束之后 时光回溯 他的这个举动 惹闹了T1的监督Port 在大家还在商量的时候 他当场甩手走人 关于到底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双方僵持不下 比赛暂停时间长达40多分钟 最终 还是DANNY妥协 游戏才得以继续下去 随后的就赛上 T1在决赛上击败了GNG 再次拿下联赛冠军 T1的CEO在夺冠之后 再度贴脸开打 讲述DANNY在执教T1的时候 DANNY不喜欢别人指出他的问题 而当他走了之后 T1对内的气氛好了很多 外界铺天盖地的舆论 让DANNY身上的压力非常大 可能是很想要重新证明自己 反而是让他在队内 变得越来越强势 这个赛季 他的BP越来越自我 让DK的选手也不太好发挥 DK在面对强队的时候 成绩非常差 也让大家质疑 他的管理能力 带不了顶级队伍 而最终葬送他在DK前途的 又是轮换 2022年夏季赛 由于成绩不及预期 DK迎来了Nagui的回归 希望他能让DK重回正规 但是在Nagui 打完整个常规赛的情况下 随后的季后赛 DANNY却选择了换人 让Bordor来到了队伍的手法 DANNY的这一手神智换人 是因为他觉得Nagui不听他的话 不同意他的方向性 所以他只能让Bordor来的 而他的骚操作还没结束 对阵T1的第二轮比赛 Nagui在队伍0比2落后的情况下 得到了一次登场 并且帮助队伍拿下了一个小局 但Nagui赢了之后 DANNY又把他给换下 又让Bordor打完了最后两局 在队伍输给T1之后 DANNY的操作引发了重怒 他似乎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己选手的心态 和在T1一样 这会极大的增加选手的压力 他的操作引进影响到整个团队的稳定了 随后的世界赛上 DK更是昏招平出 对阵京东放出建模给369 让京东拿下小组第一 而随后京东打T1的时候 建模一直在班围上 对阵间接连续放出猫咪 让DK一上来就0比而落后 T1的全新阵容杀入了决赛 而这个阵容是他在T1从未用过的 另外一边的Barrel也随DX晋级 而赛季初他曾放出豪言 要把可怜打造成另外一个Barrel 也成为了笑话 DANNY的DK生涯 最终在这一年结束之后止步 去年春天 DANNY一直贤富在家 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加入WBG的时候 据说他原本是想要休息一整年 但是在和泽下见面之后 改变了想法选择付出 而为了适应DANNY的风格 WBG是将一线队的权力 全部交给了他 在去年打完世界赛决赛之后 DANNY还专门强调了这一点 说他在期望的过程不怎么顺利 因为他没有得到全部的权利 他也尝试去帮助菲克尔 寻找最适合他的阵容等等 在DANNY心中 这可能是他最难放下的心结 也是因为他和T1之间这些故事 让DANNY在LCK里面并不受青睐 今年他带WBG依然比较成功 在LPA中还是比较受欢迎 但是如果他想要重回LCK的话 曾经在T1和DK的经历 都会是他很大的一个阻碍 好的我是东东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记得大家能够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我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